桃园市平镇棒球场的整建工程已经完工启用一段时间了 而一旁的德育公园也趁势进行整修 不但改善公园环境也更新周边步道 新增停车位让整个棒球园区是更加完善 也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性 因为平镇棒球场整建工程破坏了德育公园的环境 在将公园修复完成后 桃园市政府利用体育局节余款992万元 持续将周边步道串联整修 形成一个环状的动线 此外也新增停车场方便洽工民众停车 让整个环境机能向上提升 这项工程在今年7月开工11月完工 市长郑文燦特别视察参观棒球园区优质的环境 包括步道植栽照明排水 我们这次做完改造之后 这个行政园区非常适合散步 德育公园是新富里北市里与北安 三里居民日常休憩的空间 在步道完成串联后 民众不但可以散步环绕公园一圈 也可以由步道通往行政园区洽工 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性 里面的反应都非常好 都很好 就是在你散步的时候 可以绕签子一直绕 人闪人的感安全 非常安全舒适的地方 非常安全非常舒适 德育公园的整修将过去闲置杂乱的空间再利用 同时也将步道完整串联 虽然只是一项小型工程 却为当地居民生活交通与休闲 带来极大的效益